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小樂 吳士賢 在我今天開始我的分享之前呢 我想要先簡單的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相信在場除了我媽咪之外 應該還有很多人不認識我 我的本名就叫吳士賢 1991年1月5號出生 我是個演員也是個歌手 我從事我熱愛的表演工作 還有個題外話 我今天頂著這顆頭來呢 是因為我最近在拍戲 角色需求 我怕大家覺得我來鬧的 是不得已的狀態 那我今天呢 來到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The Valor of Choice 選擇的勇氣 我覺得勇氣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是非常重要 而且甚至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東西 就像我今天 選擇來到TED這個舞台 也是我近期非常需要勇氣的選擇之一 因為我其實站上過各種大大小小的舞台 各種辦獎典禮 小巨蛋 各縣市的跨年 台北跨年 各種商演等等 來到這邊演講 是我這輩子 第一次做這件事情 因為說實話 我覺得以我的資歷 我的年紀 我的成就 如果說要分享人生故事的話 我覺得有太多的人 都有比我更精彩的故事可以分享 我也不是在我的行業裡面 最傑出的那個人 但是我今天來到這邊 我覺得就如同我的工作一樣 我的工作 除了是我熱愛的事情之外 我在工作中最大的Purpose 就是希望 只要有任何一個人 可以從我的作品中 能有一點點的獲得 無論是開心也好 娛樂也好 或者是在你難過的時候 我的歌 可以陪你度過一段時間也好 只要能有一點點的收穫 那對我來說 都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來到這個舞台 也一樣 來到這邊跟大家分享 一起聊聊天 一起互相學習 只要在場的任何一個人 或是之後在YouTube上面 聽到我分享的任何一個人 能有一點點的獲得 或甚至能得到一點點的勇氣 去做出你們心裡真正最想要的選擇 那我今天 雙腳發抖地站在這邊 對我來說 就會是一件非常值得 而且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好 那說到選擇呢 不管是我 或在場的你們每一個人 我們此時此刻在這邊 都是我們以前所有的選擇 加總起來的結果 我們人的一生 會面臨無數個選擇 我們每天都在面臨很多選擇 比如說你早上起來 你要不要賴床 要不要喝咖啡 晚餐要吃什麼 或是你遇到一些 不如你預期的事情 你選擇怎麼面對 有些選擇可能很小 沒有什麼影響力 無關緊要 但有些選擇 卻會影響你一輩子 那像我自己呢 在我的人生當中 我覺得第一個最重大 而且也算是 最叛逆的選擇 就是我在高中畢業後 我在思考 我人生下一個階段 我到底想要做什麼 然後當時我決定了 我想要踏入演藝圈 從事表演 而且當成我的工作 在我分享這段經歷之前呢 我想要先簡單的 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家庭 我的爸爸是個醫生 哎呦 我小時候胖胖的 我媽媽是個家庭主婦 然後 我的叔叔也是醫生 我的堂哥們也都是醫生 而且還是我的學長 我的大姐呢 是NYU Stern 美國紐約大學商學院 那我自己呢 從小也還算會念書 考高中的時候 除了我自己很努力之外 運氣也很好 我考上了建國中學 成為了我堂哥的學弟 我覺得這時候 應該要先來點掌聲 沒有 我開玩笑了 好 然後 就如同大家聽到了 我的家庭跟我的家族呢 其實算是充滿了高知識分子 那我卻選擇了一條感覺 跟讀書求學好像完全相反的路 我知道當時其實我身邊的幾乎所有人 都是非常不看好這個選擇的 那我爸媽呢 其實從小也就對我是有期望 有期待的 他們從小就希望說 我可以好好念書 考醫學院 當個醫生 繼承家業 我覺得應該 蠻多人 在亞洲的社會裡面 會碰到跟我類似的狀況 就是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 對你會有所期望 然後 他們的期望跟你想做的 也許不一定是一樣的 但其實我覺得父母對我們有期望 是沒有錯的 他們基於愛我們 關心我們 在乎我們 而且說實話 如果當初我聽我爸媽的 考醫學院 當個醫生 繼承家業 也許 我現在過得更爽 也不一定 對吧 因為 我當時如果去考醫學院 當個醫生的話 我家裡是有非常多的資源 可以幫助我 協助我的 但是 我選擇踏入演藝圈 這個圈子 我沒有認識任何人 我也沒有任何的資源 我只能靠我自己一股腦的熱情 還有努力 那我當時 除了非常需要勇氣去面對我家人 對我的期望 還有很多人的不看好之外 還有一件事情 是我 非常需要勇氣去面對跟克服的 就是我當時其實也非常害怕 我選擇了這條我想走的路之後 會 失敗 但我想趁這個機會也跟大家 一起討論一下 一起重新好好思考一下 你們覺得什麼是失敗 怎麼樣叫失敗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被現在的 這種社會框架定義了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個人的認知我會覺得 除非今天你自己選擇了停下腳步 你選擇留在原地 原地踏步 你選擇不選擇了 因為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 如果你的人生不再往前進了 對我來說 那才叫失敗 所以以我的經驗 我會想要建議大家的是 其實你不用害怕失敗 因為你的人生 要不要繼續往前走 是完全取決於你自己身上 但是我覺得大家 必須要有認知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你選擇哪一條路 你一定都會碰到很多的困難 很多的挫折 甚至可能會發生一些 讓你覺得很難堪 讓你自己很想死的事情 而且我跟你保證 一定會發生 就算我現在只有31歲 經驗還不多 我還在努力還在學習 但我都敢跟你這樣說 那像我自己呢 我在我演藝圈這個行業裡面 我也碰到了很多困難 很多挫折 那當中我覺得最大的困難 就是我在做這個行業的同時 我也成為了一個公眾人物 那大家也知道 現在的social media 非常的發達 跟以往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也可以說 social media其實也改變了這個世界 那身為公眾人物的我們 其實要承受 比以前更多的輿論 我們的行為舉止 也會被更加的放大檢視 或甚至會有一些 不實的報導 然後你可能沉浸了 也不一定會有人相信你 等等之類的 那像我自己呢 我是怎麼樣 還是可以保持一個很健全的心態 走到現在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選擇接受 全然地接受 我接受我自己的一切 我接受我的過去 我接受我的現在 我接受我的缺點 我也接受我的優點 同時 我也接受別人 因為 這個世界上 有人喜歡你 就一定會有人不喜歡你 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你本來就沒辦法 控制或選擇 別人應該做什麼 別人應該說什麼 或別人想怎麼對你 所以無論他們是 稱讚你也好 批評你也好 其實你只要在這個狀態裡面 因為你真正focus的 是在自己身上 所以其他人 其實是 不太會影響你的 那說到接受這件事情呢 我想要跟大家 分享一個 我的小故事 這個故事呢發生在2021年 年初 這個故事 是近期影響我人生 最大的一件事情 這個故事要從我小時候開始講起 我小學二三年級 大概六七歲的時候 我的父母就離婚了 其實離婚這件事情我覺得 以現在的狀況跟社會看起來 其實是一件 蠻普遍 平常的事情 但對於當時六七歲的我來說 因為其實我的生活 主要就是我的家庭 我的家人 所以當時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也是非常大的一個傷痛 那小學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每天放學 我都會去我的乾媽家 寫功課 寫完功課就跟小朋友們一起玩 直到我們的家長來接我們 那 大家也知道 離婚的時候其實家庭 一定會有一段時間 是處在一個比較 混亂的狀態 那我的爸爸是個醫生 工作非常忙碌 每天都要工作 我媽咪呢 當時已經四十出頭了 那也因為離婚 她必須 重新接觸社會 重新踏入社會 開始工作 我媽媽是一個非常堅強 非常偉大的女人 我很敬佩她 但因為當時這樣的狀況 我媽咪每天可能大概下班都是晚上十點鐘的事情 來到我乾爸乾媽家接我的時候 可能都已經是晚上十一點 我回到家睡覺也許是十二點左右的事情 然後我隔天早上六七點 還要去小學上學 提外話 我小學我就念大湖國小 在內湖附近而已 那時候我的乾媽 我媽媽 在旁邊看到這樣的狀況 我覺得她也很心疼很不捨 所以她就跟我爸媽提議 就說 要不要平常 禮拜一到禮拜四 平日我需要上學的時候 就讓我住在我的乾爸乾媽家 因為他們還是希望我能有一個安穩完整的童年 其實現在到頭來看 我覺得這個選擇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正確的 我乾媽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也謝謝她們做出這個決定 因為如果她沒有當時這樣的話 也許我會走上不一樣的路 那當時我爸媽當然 也覺得我這樣很辛苦 所以也就答應了 但其實對於那時候那麼小的我來說 我那時候已經承受了 好像離婚的這個打擊 然後我現在又知道說 我平日要被送到我的乾爸乾媽家 去住 去上學 那我乾媽家其實在學校的斜對面而已 走路一分鐘就到了 所以上學的確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 但我當時是覺得 好像除了離婚之外 我現在還被拋棄了 因為雖然我的乾爸乾媽非常疼愛我 但是那畢竟不是我自己的家 那經過了這段時間 雖然當下是這樣 因為我還很小 我也沒有什麼選擇的權利 但我也還是很安穩 很開心地 過完了我的小學童年 那也真的非常感謝我的乾爸乾媽 因為他們在那段時間 真的就像我爸媽一樣 把我照顧得非常好 教導得非常好 但是 我在小學畢業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見過我的乾爸乾媽了 直到2021年 整整過了18年 整整過了18年 我才見到我的乾媽 其實我本來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因為 那時候畢業的時候就想說 國中科業忙 高中科業忙 又有社團 然後大學 其實我也準備要踏入社會 要進入演藝圈開始工作了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自己很忙 但說實話 如果你要見一個 你生命中真的很重要的人 一年一次應該不難吧 你不要說一年一次 三年一次 那應該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但我卻整整18年沒有見到他們 那後來也因為自己的一些經歷 成長 成熟了點 懂事了點 到了2021年 我訊息我的乾媽 這是我跟她的對話 我想說 今天來到這邊 我是打算很真實的 很坦誠的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故事這樣 我都訊息我的乾媽 我都叫她媽咪 我說媽咪 好久不見 我很想你 我想回去看看你 媽咪就回我說 總算等到我這個小子有良心了 要回來看看我乾媽這樣 我說對 這幾年我很不成熟 不懂事 我很想念你 然後她就問我說 好 那她來準備晚餐 我想要吃什麼這樣 我就跟她說 你煮的我都喜歡 但我很想念你煮的獅子頭 因為我小時候在小學 在我乾爸乾媽家的時候 我們每天的生活 其實都蠻固定蠻簡單的 很開心 我每天寫完功課 我就會回到學校 跟很多小朋友玩 然後玩到傍晚 我乾媽就會來接我 到學校 說 差不多囉 該回家一起吃飯了 然後我每天回家 都吃我乾媽煮的飯 然後那時候我那樣說的時候 她就說 你乾爸也這麼說 你乾爸說 準備什麼菜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準備獅子頭 因為我乾爸也記得 我從小最愛我乾媽的那道菜 就是獅子頭 我乾媽做的獅子頭超屌的 OK 好 然後 後來到2月15號那一天 我就開著車回到學校 到了學校之後呢 我就訊息我的乾媽 我跟她說 媽咪我先進去學校 晃一晃 我想要找點回憶 然後晃完了 我就會上去找你們吃飯 我乾媽就說好 然後我就自己 回到學校裡面呢 一進去我想說 哇 第一個感受是覺得說 比我印象中小了一些 因為小時候很小隻嘛 現在長大了 回到學校 其實學校沒有什麼變 但感受上還是有一點落差 非常推薦大家 如果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回去一下自己的小學啊 或者是國中 尋找一些回憶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體驗跟感受 然後 那時候我回去的時候 我就到處晃晃 然後走到了操場 因為以前 最常在這邊玩 我以前最常待的地方呢 就是操場的 然後左上角那邊 有一個石頭的六滑梯 我以前是最常待在這裡的 然後那時候我就晃一晃 晃到這邊之後 我就站在那邊 大概五到十分鐘 我就看這個六滑梯 然後有很多很多的回憶 就是 湧上心頭這樣 我就站在那邊 傻笑了很久 好險我說旁邊沒人 不然他應該覺得我怪怪的 然後 就是在那邊 真的 有很多感受跟感觸 後來我回憶得差不多呢 我就轉身準備回家 要回我乾媽家吃晚餐 結果我一轉身 這是我的第一視角 我還特別回去拍了一下 我一轉身 準備往回走的時候 我就看到操場的遠方 有一個人影 朝著我走過來 然後我根本不用反應 我就知道 那個人是我乾媽 而且這個畫面 跟我小時候的畫面 每一天傍晚的時候 一模一樣 因為說實話那天 我跟我乾媽說我要回學校 她只回了我說好 這個畫面其實到現在 都還影響我非常的深 因為 那時候我其實認在那邊很久 我相信很多人說的這句話 就是這個世界上 沒有所謂的巧合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乾媽 打算來學校接我 而且就算她來接我 她也不一定知道我在六滑梯這邊 就算她知道她要過來這邊 那也要剛剛好 我要離開六滑梯的時候 她從操場的另一段走過來 因為小時候呢 我在六滑梯晚的時候 我乾媽都會在操場見走 然後順便運動一下 通常她時間差不多 她就會走最後一圈 從遠方走過來 叫我一起回家吃飯 所以在那邊 我認在那很久 看著這個畫面 我知道說我的生命 想要用這個畫面 教導我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往前走 碰到了我乾媽之後 我緊緊抱著她 我跟她說 媽咪 對不起 這幾年 我很不懂事 很不成熟 我很想念你 然後我們就跟小時候一樣 一起走回家 一起吃飯 聊了很多 然後從這一天開始 我就跟我的乾爸乾媽 都保持著聯絡 今年生日我們也是一起過的 我今天分享這個故事呢 最主要是想要讓大家知道 每一個選擇 都會有它的代價 而我呢 在過去的這十八年裡 我因為沒有勇氣 去選擇面對自己過去的傷痛 所以我付出了十八年的代價 我浪費了十八年 可以跟我自己心愛的人相處的時間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 跟今天這個故事 最主要是想要讓大家 希望我可以給你們 多一點點的勇氣就好 讓你們可以做出你們心裡 真正想要的選擇 或甚至是 你心裡其實已經告訴你 你真正應該做的選擇 不要像我一樣 浪費了十八年 可以跟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相處的時光 最後的最後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我講完了 你們可以拿出手機啊 沒有開玩笑的 最後的最後 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我乾媽跟乾爸現在也在現場 可以站起來嗎 就坐在我媽咪旁邊 剛剛還有說到一件事情 說我覺得事實上沒有巧合 對吧 我媽媽跟我乾媽 她們兩個是同一天生日 都是十一月十三號 天蝎座 很偉大的女人 我愛你們 謝謝你們完整了我的人生 也謝謝在場的你們每一位 謝謝你們聽我分享 我是小樂 吳思賢 謝謝大家